但皇帝杀人也是看心情的,如果有人惹恼了他,这个人基本上就难逃一死,所以有不少能能臣,是因为劝谏皇帝而被处死的。 然而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,他敢当众骂皇帝,而皇帝不能杀他,这个人是什么来头? 他又凭什么骂皇帝? 这个人就是海瑞、明朝的一位大臣。 海大人的祖先本福建仁,后来搬迁到了广州,他他的先祖们,有的是武将出身,有的当过支县,只有海大人的父亲,一无所成。 在海大人很小的时候,他的父亲便叙事了,只有母亲陪着他长大。 母亲对海大人的要求非常严格,从小便让他苦读诗书,诗书典籍,还教他以后做官要做一个不谋权私立的官员。 正是因为母亲的影响,所以海大人,自好刚锋,用来表达自己刚正不阿,不畏强权的人生追求。 明朝是唯新主义盛行的一个时间段,王阳明提倡学之行合一,理论落实到实践上来。 这些反对空话,卫军,此作为的学说,对海大人将来的为人做官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海大人的为官之路,也是所有王朝官员中比较独特的一位。 他参加乡试,凭借一篇《如何治理海南》的文章中得了几人,但之后却没那么顺利了。 会事的时候,海大人又再次说了他的策略, 这次不但没有引起朝廷重视,反而海大人连黄榜都没登上。 一次不行就两次呗。 没想到他第二次也名落孙山了,结果就是他放弃了考试,回家种地去了。 这一年,海南的官员把落榜的海大人,编制到了教师队伍里,他开始了教学生涯。 正如他所接受的教育一样,海大人对学生们的教育,也是重视品德和人的重用。 他说身为读书人,不能随便跪拜官员。 曾经就有朝廷的官员到学校视察,所有教师里就他一个人没有跪拜。 他说,只有阳门才应该跪拜,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,不应该这样行礼。 可见海大人那种重视器杰和规矩的习惯影响了他。 生活的方方面面,要是海大人就这样当个教书将,怕是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 可谓实事造英雄,当时正是阎松等人,保持朝政的最后年头,几年下来国库空虚严重。 黄楚豫王想着如何派人和阎松这帮人斗。 在豫王老师的推荐下,海大人当上了一个淳安之县,开始了和阎党对治之路。 海大人到了淳安县,先是解决了地区的土地问题。 这个地方的乡绅土豪,一个个就把三四百亩地,却一分钱税兜。 一律从简,这个男的如此铺张高调,一定不是胡总督的儿子。 于是干脆把他钻了起来,一看胡公子的袋子,装了数千两金子,干脆没收到了县库中。 胡宗县也没有因此至罪于他。 当时两金一十三省没有不是阎松的人,但海大人偏偏不怕。 阎松底下,一个斗玉使出巡浙江,一路上耀武扬威,勒索收受贿赂。 到了海大人那里,却只安排了简单的酒饭供应。 海大人还高声说县衙侠小,容不下大官的。 放弃了百姓,使得乱臣当道。 官场的腐败,百姓苦不堪言,全都是他一人的罪。 据史书记载,海大人上这份书的时候,就买好了棺材,准备受死了。 因为这篇文章,在当时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之言啊。 皇帝是什么,是天? 谁敢骂天? 家敬帝看到这篇文章,也是脸色发黑,血都吐出来了。 立马下令要抓起海大人,等着发落他。 结果就是,海大人被关了起来,却没有立马被杀。 原因不仅仅在于家敬皇,帝注重自己的名声,不想落一个婚君的外号。 还在于内阁立宝海大人,称他就是大明王朝的一把利剑,将来准会干出一番事业。 后来的结果就是,海大人被关着关着,皇帝就驾崩了。 新帝赦免了他,还给他升了官。 海大人的名声和气节,就这样保留了下来。 直到现在还被人缅怀。